所以 他们结婚20年 然后导演就做了一件很甜蜜的事情 采玉如果你结婚20年 你会希望对方怎么样 惊喜吗 我根本不记得结婚几年 让你想要忘记 所以如果 什么生日还有在一起 几周年这些事都要记得吗 看心情 如果没有表现 你会告诉他说你不高兴 也会的 然后他会立刻弥补 那也有可能会说 这么久了还要在意这些细节干什么 虞凡现在还会在乎这些事吗 没有 我没有 我是因为一直都不在乎这些的 所以我 这女的我发现记忆力 特别好 愁不冷的就会问你 你说今天是一个什么日子 你就会在哪里 精明的传记 你到底是什么日子 还有各种纪念日 但是其实我 你会这样子吗 我会 我会就是那种记得挺清楚 但是我不会说 在这个纪念日上要怎么样 所以说我说你会那么阴森地说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那我不会 我就是特希望 就我们俩单独没有任何人 我们俩单独吃个饭 但是这样的要求其实很低 但是往往就很难碰上 他过生日的时候 他的最大愿望是就咱俩吃顿饭 我呢 比如说康永说 你今天晚上干嘛 我说 其实晚上 这个徐帆过生日 我一瞬子也就会说 你要不要一块 他说好啊 我觉着既然都叫了蔡康永了 那我就再叫一个 小S你愿意不愿意来 张三李四 最后可能变成十几个人 导演 你不要在这边讲这些话 我觉得你是不是没有办法忍受 你跟徐帆老师两个人单独吃饭 单独两个人 谁觉得没话呢 吃饭你怎么要的菜啊 谁管这个菜啊 你是不是怕那个气氛很尴尬 你不知道聊什么 不是尴尬 我对不起 我插一句嘴啊 因为我们两个是每天中午在家吃饭的 那不就已经有了两个 我就是想我们俩出去 我们俩出去单独的 在那个时候有点样子 这样子的那样 他叫一个烛光晚餐的样子 对对 只是样子一下 无所谓吃什么都可以 导演你就不能配合一下了 你就当一出戏演一下不行吗 没问题 没问题 我们要讲好 比方说12月20号是只有云织到上映嘛 那上映一个月以后 你要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陪你太太去 好 浪漫的地方吃一点 好 没问题 我们会调查你也能做到 我们我们俩就坐在你们隔壁桌 要不要一起 你哥不要 他在说不要了 你在那边约什么约啊 花花万物 少年陪伴 每周二代优酷不见不散 我们俩就坐在一起 按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